北市疫情在校園持續悶燒 第一學府台大又出現確診者 台大法學院發出電郵通知學生 大學部出現一位確診學生 足跡更遍布系館 共同教室和圖書館 11號和12號兩天 還和三名同學一起用餐 也都遭到隔離 截至目前台大已經累計 兩名職員和五位學生確診 病毒不值入侵校園 現在連北市知名酒店 包括文華東方和精華酒店 也都有確診足跡 疫情在大台北生活圈遍地開花 新北市卻開始不公布足跡 民眾氣到在粉磚上大罵 市民有知的權利 請公布足跡不要白爛 公布才能知道要不要快篩 才能早點自主管理 市民的怒火不知道是否聽到了沒 公布這個足跡的部分 現在比較糟糕的是 會讓大家以為 沒有公布的地方是安全的 社區傳播的時候 要做自我的防範 這個公布去比對足跡要來的重要 新北市府不認為公布會比較安全 但中央和鄰居北市府 看法卻有些不同 確診一千個根本就沒意義了嘛對不對 就怕不小心誤觸確診足跡 也錯失僅是機會 國人的憂心 對照執政者的自信 恐怕大官和老百姓的看法 憂著很大的落差 記者余盛巡視光好 SNG小組台北新北報導 來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呢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